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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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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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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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牛肉已经上来了 然后看到是朴实无华的 啥都 感觉啥都没有 对 感觉啥都没有 有点像酱牛肉 你自己闻一下 哦 来尝一个 我有点害怕 你害你 太重了是吧 老板 老板特意的 告诉我们说 这个芥末牛肉 什么都不要蘸 不要蘸辣椒 就直接这样吃 我来尝一下 没啥 没啥 应该ok的 应该ok的 一个很喜欢吃芥末的人 来尝一下这个芥末牛肉 嗯 嘴啦 这个芥末的味道确实挺重的 但是很香很香 它这个就是 介于 酱牛肉和芥末之间 它就是酱牛肉刷芥末 但是很好吃 这个味道非常棒 我喜欢吃 然后我觉得 这个芥末的这个感觉 还可以 还可以 挺嫩的哈 这个是传统 这个是传统 还能加芥末 如果你很能吃芥末的话 还可以加 这个是传统 好呢 弱哥你看它家烤茄子 你最喜欢的 强哥你看它们家的烤茄子 好 这个色泽 它上面是那个 萃燒末 萃燒末 嗯 你最喜欢的 看着就不错了 好 赶紧尝一下 嗯 我先再吃一碗 我觉得这个可以 你吃到后面之后 就再也没有那个 见过葱的那种感觉了 八蛋 已经适应了 我觉得甚至于 可以再加一点 西葱 我来尝 我看得不错的 这个 嗯 嗯 好吃吗 嗯 我来尝一下 好吃的 嗯 嗯 放脆上 点睛之饼 放脆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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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错不错 不错味道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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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板也是推荐的 烤大牌 嗯 嗯 切了 大牌略薄了一点啊 一切完了之后感觉像肉片 一切消火了 护耳 一切了 ha 哈哈 很厚的 呃 哈哈 味道不错 看他东西整体都还还可以 就没有采雷 就每样的鸡蛋肥 九过三巡 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